哥,今天是我们的anniversary 我画了一幅画送给你 这幅画代表我有多想你 我睡觉也想你,我冲凉也想你 我连吃饭都想你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Michael John,张建浩 在我和男生交谈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男生 曾经有想过要做画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 那最后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去进行呢? 是因为最大的恐惧 就是他怕这份惊喜 最后会变成一份惊吓 那其实做画对于男生真的有那么难吗? 我们看看过去 有很多的艺术家、画家 多半都是男生 这也证明了 其实男生还是有一定的艺术天分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尝试这一步 那我今天将在这里和各位男生分享三个非常简单的作画技巧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天分 也可以完成一幅很漂亮的作品 好,那我今天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三个非常简单的作画技巧 那想做画送给另外一半的男生 只要依照这个技巧 就能拥有一幅非常漂亮而且浪漫的作品 好,那第一个步骤非常简单 好,第一个技巧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颜色 将它左右推开就可以了 技巧一,左右来回上色 需注意事项,用少许水分助推便可 同一平行方向来回涂扫 用色虽然随性 但建议不超过三种颜色为佳 好,那这个部分呢 不需要有任何的 顾虑说你的颜色要怎么样去配搭 那它只要是左右推呢 你都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喜好做混色 那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加插在里面 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做画呢 尽量不要使用太多的颜色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有太多的颜色选项 那不太鼓励大家用黑色 因为黑色呢会将你的画的视觉呢 稍微变暗 那今天的作品呢我会做一个海洋和天空的搭配 那红色这个部分呢就是 红橙色这个部分是天空 那下面蓝色这个部分呢就是海洋 这是海洋这个是天空 颜色的铺层你可以 一直做到你觉得你满意为止 过程的水分不要放太多 过程的水分不要放太多 那涂好了以后呢 你可以让它自然干 或者是你可以用吹风筒呢 将它吹干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 那现在呢将跟大家介绍 第二个技巧我们叫星空 技巧二在简单的表面喷上亮色 需注意事项需使用较硬的刷毛助力 沾用前确保颜料的水分适中 喷洒时不要太靠近作品 那可能你的背景图的不怎么样 但是只要在上面加一些闪亮的白点呢 会有加分的效果 那我的橙色的部分呢是天空 蓝色的部分是海洋 那我现在呢要在天空的部分呢 加上一些白点 那这个过程呢 你可以选择用干净的牙刷 或者是一些 稍微比较粗跟硬的笔刷呢 都可以制造这个效果 你只需要在上面沾上一些白色 将它喷洒在你要的地方 过程当中尽可能不要太靠近你自己的作品 好 以免说它一下子失控 那你的笔刷可以稍微离你作品 远一点 完成了星星的点缀以后呢 我们要进入第三个技巧分享 就是我们会用剪纸辅助你的作品的点缀 那什么叫剪纸呢 就你可以上网 找一些图案呢 来做剪影 那你可以选择了以后 用电脑将它打印出来 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图案 将它打印出来 打印了以后呢 将它剪出来 那像剪纸这个部分呢 能够给一些不太会构图的顾客很大的帮助 去完成它的作品 那我在这里呢 剪了一个样本 也在上面呢 画上了我要的位置 好 那在画上我要的点缀以后呢 我现在就会开始将 这些部分都涂上黑色 那作品基本上就完成了 出品吧 出品的 参照 出品 用 适合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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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 能够祝你夺得你另外一半的芳心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在作画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任何问题 都欢迎你留言 我会为你解答 那你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欢迎你点赞留言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我是Michael Chan张建浩 艺术有你真好 我们下次再见